另外在马来西亚 吉隆坡 带儿童教育中心家长日 变成了环保日 让家长到环保站里头 学习如何做资源回收 知行合一 护地球 百文不如一见 吉隆坡靖斯堂远区 带儿童教育中心的家长 到慈祭环保站亲身体验 亲手去做是怎么样的做 怎么的复杂 不了解 只是教东西去给他们而已 之前在家里都有做环保 都有送去环保站 但是很少来到环保站 那个厅就做这种环保运动 来到这里就比较 真正的体验到是很好的 到环保站走一回 家长们获益两多 分类的过程也促进了 大家对各种资源的认识 我也不晓得原来纸张 有那么多种类的 然后还有最重要是那个红包纸 原来是不能再循环的 那接下来的每一年过年的时候 真的是减少用或者是再循环 就不要一直再去拿那种红包纸了 在幼教小朋友学习环保主题课之前 新师家具日就率先让家长们学习环保 那这些是需要家长们在家里陪伴落实的 如果说家长没有先了解的话 孩子学到了哪怕回去都没有办法和家人一起落实 感受很深就是我们已经是大人了 可是这些小孩子还有很长的路 好像现在我自己去买菜我都觉得 这个食物真的很缺乏了 环保课题让家长们发心呵护地球妈妈 许下一代一个美好的未来 大新闻 黄威渝 黄巨成 林志勇 马来西亚报导